所以第一個我們會提到的當然就是多項式的定義的部份 這個多項式的定義我們來看一下 簡單說就是當一個多項式fx 他能寫成a的 anxn四方 加an-xn-1四方 一直加到a1x再加a0 這種情形 其中n要是非負整數 n不能有分數 小數這種情形 那我們就說fx 他是一個x的多項式 這個講再直白一點就是你以前接觸的很多 比如說3x平方加5x顯2 5x3四方-7x加6 甚至也不一定要有x 如果單純一個數字比如說一個7 一個5 甚至0 這個都叫做常數多項式 這也是多項式的一種 那以前國中學的 就是還會再用到 那接下來我們第一點這個是高中教了一個新符號 叫做如果今天我們說fx是一個n次多項式 就是他最高次 像的這個 係數出現之後呢 那他內向係數的內向的那個 的指數次 我們就稱呼他為n次 就是an只要不等於0的情況之下 好 那我們會記作呢這個第一句fx 這個第一句念作degree degreefx 就會等於n 所以 所以今天我剛剛舉個例子比如說3x的2次方 加2x 減3 那這個3x的2次方是最高次 最高次的次數是2 不是3是2 3x的2次方 最高次數2我們就說degreefx會等於2 這個多項式它的這個次數是2 那其中我們就說an是領導係數 這個a0稱之為常數項 這個常數項的部分其實還蠻重要的 好在第二點我們會提到說 多項式中 這個x呢 不能出現在的位置 有來第一個叫分母圈起來 第2叫絕對值 第3個叫根號 第4個叫指數 不能帶在指數 這個國中應該都多少講過啦 就是你的分母不能有x嘛 這樣就不要x的多項式了 你的絕對值內也不能有x 你的根號內也不能有x 以及 你不能帶指數的意思是說 不能像是2的x四方 這種情況 所以我各舉個例子 比如說分母的話不能寫像x加1分子1 這樣 分母有x這樣 不行喔 絕對值就是比如說2x平方加3 結果你加了一個絕對值 這樣是不行的喔 根號比如說你在根號內部寫了一個x的多項式 比如說3x加2 這樣也不行喔 以及最後的指數的話 你不能出現2的x四方 因為2的x四方它不叫x的多項式 這個你要講它是指數函數吧 但是它不會叫做x的多項式 因為x的多項式必須是x的幾次方 x的幾次方 這樣的形態這樣寫下去 好 來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我們看到第三點 第三點講的叫做常數多項式 好那 簡單來說就是你的這個多項式它沒有任何的x四項 的這個部分 它只有單獨一項 也就是單獨留下常數項的時候我們稱它為常數多項式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常數多項式又因為這個常數 是不是0 而再次分為我們的0次多項式跟0多項式 如果常數項的這個數字不是0的話我們稱它叫0次 0次多項式 但是如果這個數字就剛好是0 那我們就稱它叫0多項式 好可以簡單解釋一下就是說為什麼它叫0次 而第二個就不能叫0次 原因是因為 比如說我們說好 單一一個5 5是x的0次多項式 它是x的常數多項式嘛 常數多項式當中的0次多項式 這個0次的意思你可以這樣想 就是說 為什麼它 說它是x的多項式 但它卻沒有x這個英文字母在呢 因為我們可以這樣想說就是5x它其實叫0次方 因為0次方 這個0次方下去之後呢 0次方會等於1嘛 你可以想像它等於1 所以這個x的0就消失不見了 所以它就等於5 就等於5 所以這個x的0次方它就消失省略不看 就不見了 這樣它等於5 好 但是呢 除了0以外的數都能辦到 0就是不能辦到 0不能這樣想喔 因為你今天說好0 0也是x的0次多項式 為什麼0不能呢 原因是因為如果今天寫0 你寫一個0 然後你說它是x的0次方 然後你告訴我說0是x的0次多項式 其實這個說法 怪怪的 我可以說0 其實也是x的十次吧 因為我可以再加個10也沒關係 如果今天加個十次方 變x的十次多項式 這樣也怪怪的啊 因為0乘上什麼都是0嘛 既然它都是0的情況之下 我哪能限定說它一定是乘上x的0次方呢 所以對於0來說 我就發現我沒辦法去定義說它是幾次方 那實際上它也沒有幾次方 它就是常數多項式當中的 叫做0多項式 所以 這個次方數的部分 我勸一下喔 這個次方數的部分 我沒辦法給定一個數值 我沒辦法固定是0 或者是任意數都辦不到 所以我沒辦法說它是幾次多項式 但是上面的情況只要前面的係數不是0 你的這個次方數 你就可以說它是0次方 那也就是為什麼它叫0次多項式 這個0次是這樣來的 好 那這個我們簡單的介紹完多項式定義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